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這個伺服馬達 那他的樣子就長這個東西 給各位看一下 各位在袋子裡面拿到的一開始樣子應該是只有這樣 然後你會有個袋子 袋子裡面有很多一根一根的東西 那你可以拿其中一根 拿這種也可以啦 或者是兩邊都有都可以 那這個只是讓你來指示位置 或者是將來你實際在操作的時候 這個東西你可以加裝一些東西鎖在上面 比如說你鎖牙籤啊鎖鐵絲啊 或者是加上螺旋槳之類的 你可以加很多東西進去 那你這個東西就是這邊比較大洞 就把它這樣壓下去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伺服馬達他會有三條線 這三條線的要接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這邊有寫 如果是棕色線接的就GND 紅色線是供電用的 就接4.8V或6V 就是它的電壓大概是這樣子 那在我們的板子上面 給你看一下 這塊板子上面 如果我沒有加 沒有加這個擴充板 我們可以接在哪裡呢 就是在這個 這邊有寫個5V有沒有看到 5V 所以我可以接5V這個位置 然後GND就是這個位置 另外一個就是訊號 就是你要去通知那個伺服馬達 動來動去的 我們可以接的就是那些有波浪 波浪形狀的這些地方都可以 比如說 3.5.6.9.10.11 這些都可以 那加來擴充板的好處就是 它直接把腳位整合在一起 我先把它合起來 剛剛講那些 有波浪狀的那是PWM PWM 它可以 產生方波去控制那些 讓開 讓那個0跟1的訊號快速改變 那這裡面可以仔細看一下 等一下我們可以裝那個5 我們剛剛講 D5 D5其實是 就是有可以產生方波的 所以我就可以裝在D5 不過我跟你講講一下 這D5其實同時也控制這個 嗯 這個LED 所以等一下我們在控制伺服馬達的時候 這邊會順便亮就是 那所以如果你不要的話 其他的位置也可以都照看 就是剛剛講 3.5.6.9.10.11 好 那接下來怎麼接呢 好看一下 我們的棕色線 棕色線的位置就是 接黑的地方 所以就像這樣子 中的 接在黑的位置 然後就這樣整個就插進去 剛剛好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接法就是這樣 好那接好以後 我們是插在這個 就D5的地方 那 我們這個範例程式 是在檔案範例 Server Nob這個地方 找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 Kmob這個 那這個程式它 有很多的註解 那註解如果我們都刪掉的話 基本上它的用它的做法 其實 做一次給各位看好了 但是我們要調整一些地方 這裡要改掉 這個9要改掉 因為它預設是接在9 那不過我們剛剛這個 我們的板子 我們是接在D5 所以我們這邊改成D5 改成D5 之後呢 後面我就先不管它了 那我現在先上傳我的程式 嗯 好 因為我現在還沒接 接好之後 好有了有接到 好那我現在來 切換到畫面給你看一下 我現在就可以 轉動我的滑桿 然後你就看到 這個東西就會跟著動 好 好 那它怎麼作用的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呃 我這邊有寫 已經有把數解寫好了 它基本上就是用 可變電阻的A0 去控制 所以我們一開始這個地方 這個0代表就是A0 啦 就是說 我的可 我的控制是用 A0這個地方在控制 好 然後 這邊也是先 先宣告一個變數叫VAL 好 待會再說這要幹嘛 好 那前面這兩行都是在用四伏馬達的時候 必須要有的 就是我先 呃 把一個懶人包先加進來 人家寫好的懶人包 就是那個程式庫加進來 加進來之後 我就 呃 說這個東西是拿來做四伏馬達的 好 所以這兩個東西都是必要有的 接下來設定的時候 我要告訴程式說 好 我的四伏馬達是接在 D5這個地方 好 那如果剛剛你接的地方 你不是接D5 你可能接在哪裡 接在 3啊 5 6 9 10 11的話 那你就這邊要跟著改就是了 就改這個地方 好 那下一步 這個各位應該要很熟悉了 他就是去讀A0的數值 所以這邊你可以直接寫A0也行 讀到A0之後 他再把這個數值 從後面開始讀 把A0讀到的數值 他的最小是0 最大是1023 好 因為他是10 bits的解析度 好 可以讀 讀到這麼多 我們把這些東西呢 轉換成0到180 好 因為我們的四伏馬達 通常他轉動就是0到180度 好 那 這個map就是去把這些數值做轉換的 好 我們之前也曾經遇過 轉換好之後的數值 我再把它存到這個VAL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 這個VAL一開始讀值 這個東西再跑到這裡來 好 然後這個東西 再轉換好 又存回去 好 所以現在這個VAL裡面讀到的數值 就是0到180了 然後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VAL再放到這裡面來 好 做什麼事情 我要四伏馬達的那隻腳呢 我給他這個數值 給他0他就轉到0 給他2他就轉到2 給他180就轉到180 好 接下來我們等待15毫秒 好 讓他有時間轉過去 那這個可以轉更大 呃變得更大或更小 好 各位可以自己試試看 好 所以他程式基本上就這樣子 呃 那底下有一個習題 好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把轉動角度顯示在LCD螢幕上 所以 你現在遇到的就是 我們必須要有 呃 把LCD跟前面這一個 好 讓他整合在一起 好 那怎麼整合呢 呃 我先給你看一下他的結果好了 複製 然後我會示範一下整合的方式 好 這裡 174度 轉 所以他轉到115度了 再轉再轉 所以 怎麼變4131 是因為這個115是多的 好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轉 那 現在回到我們的程式 我們要做的事情 我一樣 把這個東西 先 複製起來 我要怎麼整合 所以我現在示範是整合的過程 然後我還要有 LCD的螢幕 螢幕 好 然後轉轉轉轉下去 好 這個程式一開始一樣 我們要 這三行就是 做LCD一定要有的 先複製 複製之後 記得我看到位置在哪裡 在setup之前 所以我一樣在setup之前 貼上去 好 貼好之後 下一步 這邊是 開始 做LCD的 有包括 要開始初始化 然後要開光 然後接下來 印出東西 其實這個印出東西 可以不用 這條可以不用 所以我們就複製這兩條就好 複製完之後 那我們就是 先設定好 按Ctrl T 排版一下 好 所以 現在這個是開LCD 後面是設定伺服馬達 接下來 LOOK這邊 後面這四行都是在做伺服馬達的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要顯示這個數值對不對 好 那後面就簡單了嘛 你看它怎麼顯示 我們把這個複製下來 顯示 你可以 一定要再轉換之後 在這一行之後 因為我這邊讀到0到180 我要把這東西轉換 所以 我可以到這邊 貼上去 拍一下 好 這邊本來是 呈現的東西是 那個秒數嘛 對不對 那我這邊不要呈現秒數 我要呈現的東西是 這個數值 所以我就把它 這樣子 好 所以 我們整合了兩個程式 就可以讓你 轉動的角度 呈現在 LCD上 就這樣子 希望你會覺得很簡單 好 所以這個是 呃 錯 是我們剛剛講的 習題1 好 那習題2呢 等一下我用另外一支影片 來跟各位講怎麼做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囉 好